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走 增删改查 咱们这增加和删除弄完了 那还需要接下来弄谁呢 那修改 找一找 这update 修改这呢 我们知道 你给我传了一些 这个update的对象 为了这个简化咱们的开发和使用呢 我在这呢 专门让大家列一个属性列表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传一个对象进来 你同时呢 你就告诉我 哪些属性你要修改 比如我 对象里边有20个属性 对不对 但我只需要修改两个 比如uname和pwd 别的我不需要看 那你就把这个给我传进来 听懂了没有 然后呢 我呢 根据你给我传的这个内容呢 我就在update语句 update表面 对不对 然后setuname等于问号 然后呢 pwd等于问号 whereid等于问号 大家看这儿 表面我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对应的这个表 table英会儿来获取 然后呢 设置 这是不是 你在这儿指定两个属性呢 我在这儿写两个 写两个参数了 where这儿呢 显然是根据主件来获取 对不对 看它的主件是谁 听懂了没有 所以我们需要拼这样 这样的设计 来 咱们做一下 套路呢 跟前面一样 首先我仍然要获得这个 object对象 对应的class对象 从而获得对应的表面 跟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 insert差不多 就这儿 这儿应该差不多的 直接粘吧 直接粘吧 这儿啊 通过他获得class对象 对吧 这是我们的参数 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 需不需要 一会咱们看看吧 不需要就把它丢掉 然后这是我们的表 表信息 对吧 这肯定是需要的 然后这是这个 s中有这个设计 然后我在这儿写一个 update就行了 update 加我们的表面 后面屁股后面跟个什么 set 听懂了没有 接下来这儿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属性的循环了 明白 属性的循环啊 来属性循环这儿呢 来开始开始我们做这个操作 也是跟刚刚套路差不多 不过呢 在这儿呢 我们是循环 循环他 你给我指定几个属性 那我就循环几次 for循环 然后strain fname fieldname 然后fieldnames 对吧 然后呢 有了他之后呢 接下来我就要获得 对吧 呃 拼字无串嘛 对的拼字无串 啊 在这儿呢 我们直接获取 修改属性的这个值啊 呃 属性名是他 属性值呢 我们怎么来 啊 是不是这个 object fill fvalue 就叫fvalue算了 然后应该是reflect utils 啊 引入get方法 激活我们的get方法 然后呢 登用obj 对不对 fname 这个是返回我们相应的value值啊 sqn就写 写反了是吗 好 这个获得是我们的value值 然后value值这儿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拼进去啊 对不对 只要你指定了我就拼啊 我这儿也不需要判断 也不需要判断他是不是空了 只要你指定告诉我 你需要修改这个数据 那我就改卖 空也改 好吧 所以我在这儿呢 直接写什么 circle.append append是谁 fname 加 等于号 问号 逗号 相当于拼 拼到这儿 然后循环之后呢 最后面会多一个逗号 循环几次之后啊 那显然套路是一样的 跟上面是差不多 我在这儿呢 最后的完事之后呢 在这儿呢 setChairAt circle.line .line-1 空格 看到了没有 在这儿呢 做一个空格的操作 相当于在这儿把空格来替换了 明白了没有 换完之后呢 后面是不是跟着我们的wire指决啊 append wire wire谁呢 这儿后面是不是一个主件啊 主件等于多少啊 所以我在这儿呢 还需要获得我们这个主件啊 根据这个table infer呢 我们可以获得它的主件 叫column column infer啊 就叫proik吧 tableinfer get 完事之后呢 应该后面应该是等于 对不对 等于问号空格啊 这样 就把它拼完了 拼完之后呢 整个circle就来了 对吧 update 带着什么表 设置什么 对吧 什么属性 wire怎么怎么样 拼完了 拼完之后呢 大家注意 现在我们是不是有circle之后呢 是不是可以执行那个 呃什么了 执行这个circle理据了 对不对 直接执行 execute dml circle理据 还有parameters 好吧 这个circle是啊 也需要tos去 它是 extreme build 转回s去 还有错 啊 不好意思 这个是参数 大家看参数类型 是不是我在 我在前面定义的是一个 list对不对 你还需要把它转为什么 转为自负数组 自负数 object数组 同时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这儿一直是空的 看到没有 它没有里边往里边放置 应该是我在这儿 把这个value 这个value不就是我们 问号对应的值吗 对不对 我今天干嘛 应该把它丢进去 听懂了没有 就放到我们这个里边啊 if value 这样我的参数就有值了嘛 然后呢 执行upg 对应 看懂了没有 来把它写完了 先我们测试一下啊 测试一下咱们修改谁呢 delete 因为我们修改的话 这个对象要不要改 是取决于它的ID 对吧 给它设一个ID 比如1 ID为1 就对应的它嘛 看到没有 相当于我会修改它里边的内容 这些内容都会修改 update 还需要告诉我哪些属性需要修改 在这儿呢 哪些需要修改 enpname需要修改 对不对 age跟这个 假设我这个呢 虽然这个对象里面有这个数据 但是我不想拿修改 我也可以不想拿修改 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呢 enpname需要改一下啊 age改一下 对吧 salary 改一下 birthday我不想让它改 听懂了没有 来 跑起来 点 就报错了啊 说什么 update enp 什么什么什么 少了个ID 对不对 ID这这个没有设置 就是 没有指定第四个参数啊 应该是我们的valueupdate方法有问题啊 大家看在这儿呢 我明白了 咱们在这儿呢 就给这个参数设参的时候啊 我们只设了这些参数 对不对 最后面这个应该也要设一下 对吧 所以我还需要获得这个逐件的值啊 所以我在这儿呢 还需要这个 params 对吧 再增加一个新的参数啊 就逐件的值 就是 wire id 等于这个问号嘛 最后这个问号的值 这个值就是掉我们的主件方法 对不对 是吧 reflect 我们都写好这个方法了 直接去掉 然后呢 get 激活get方法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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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的名称啊 pryk.get 什么 name 那个对象啊 就这个对象 好吧 直接激活啊 多这样的参数 然后再跑 跑 好 update 什么什么 wire id 等于也就这时候呢 就会把 这儿修改了 看到没有 id 唯一的地方全修改了 看到了没有 这是我们的修改 修改 我认为这样还是蛮方便的 这个update生长 我认为这样